喔 有有的 有沒有衛生紙 謝謝你 今天要對應這個門 卡住關不起來的問題 就是這幾個地方有摩擦到 所以我們要做處理 這是我寶貝女兒的房間 我媽的 我寶貝女兒在後面 不能講他的話 換新的刀子 欸 怎麼卡不開 Shit 哈囉 伊比亞 這樣下去會不會割到自己的腳 有一位朋友教我這樣子做 因為我們沒有刨刀 那我也不知道刨刀怎麼會 只是說有必要再去買一個刨刀 應該是不需要 可是呢 感覺 要削掉很多 希望不要割到自己的腳 我還是有把我的腳 稍微刨起來 手好痠 剪要不要玩 不吃 好 先試看看 哎呦 伊比蒂果 看來就差太多了 看來就差太多了 要完了 整個紋路 非常漂亮 你腦袋怎麼這麼厲害 叫你蝦 閃到很漂亮 平整度其實不差了 那主要的話 我還是可能會保持 這樣的狀態 連漆也不會上吧 那其實用砂紙磨一磨 再上個漆其實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有點爛 這樣就夠了 那可能是天氣潮濕的關係 所以木頭的話會變形 那也有可能這個門 還在座 好笑 這個縫隙 就已經非常的 密合了 那其實還不是很完美 那這樣開關起來的話 算順暢 所以我們暫時不理他 就說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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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